昨天其中一個都焦點新聞 就是內地直播的超級主播就叫微亞 就被指隱瞞直播大貨的收入 就很厲害的 就逃稅都逃了6億 於是就浙江那個杭州稅務局 就追繳這個稅款和罰款 追繳金額就去到16億 它的平台帳號暫時 比如說微博、快手和淘寶直播的平台 它暫時的帳號就被人封了 昨天阿里就跌了 但是在美股的時候其實就升了 就跟回120元的水平 你覺得這類直播大貨的行動 現在受到當局的打擊 會不會很影響 比如阿里亞或者快手等那些經營前景 給大家一個數據參考一下 單一天就是10月20日 那一天就是雙十一一個預售期 這個直播一傘就是微亞 其實銷售額就達到82億人民幣 我覺得這個數字很厲害 真的很搶眼 問回經營上這些超級主播 其實不止它是一個 之前也有個男士都是被人追稅的 你覺得這些行動 我想都是要求他們一起共同富裕的 那會不會都影響那些直播商的經營前景呢 那一定有影響的 這方面 因為始終這兩年 由去年開始 基本上看到形勢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知名品牌 甚至乎你覺得外國很多的 那些超級主播商品 譬如可能是LV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名牌呢 在內地怎樣去做一個營銷呢 就是以往來就賣很多廣告 就是自己做很多event 現在就不用搞那麼多 要請一些influencer 或者請一些所謂的KOL 這些直播帶貨的主播 那幫你做一個直播 介紹你的產品 那些人覺得你的明星 都幫他做代言 他有視相生的 多好看 那他就幫你買 所以你說現在整個電商的形式 就越來越集中 就是說就算做這些直播帶貨主也好 其實就不是說 個個都可以很找到 就是好看你的名氣 好像剛剛你看到的美亞 那你說一天做80多億生意 那如果再看其他的數據 譬如在去年2020年 一年裡面那個銷售額 去到300多億 當然到今年更加不像這個數 那所以就可能見到行業方面 就越來越集中 那如果你說這些的主播 或者帶貨主 面對一個的打壓也好 或者被人追回稅款 那你想一下 本身他們之前可能賺的錢 大部份不用交稅 那現在你被人追回稅都不止 甚至乎你說 會不會在一些直播平台上面 都已經要把你的blacklist 那你現在就不可以再找你去做呢 那你說找其他的 有些可能有個潛在的問題 就說如果捧紅了你 又會被人打壓 所以變相到最後 就可能在那個營銷的方式上面 會有些轉變 就不是單靠看什麼人去賣 而是真的可能到最後 看回你的貨是怎樣的 就算找一個很平凡的人 甚至乎自己公司 找一些人出來 去做一個直播的 那那個的目的 就不是看明星了 就看本身的見貨 或者那個價格等等 那你問我 對於這個直播平台 會不會有影響呢 短線一定有的 始終過去兩年 大家太習慣了 看微牙 去做直播 每次開live 大家就衝進去買 如果你說現在沒有這些icon 短線平台的收入 就一定是 會有些影響 但是你問我影響 會不會說維持很久呢 我覺得未必的 始終直播你不找這一兩個 或者可能你整個 就是這個風氣慢慢叫做整頓了之後 那接下來那些人 真的幫你做直播帶貨的 都應該會聰明一點 不會這麼高電話 講到自己賺多少賺多少 那可能要交稅 都盡量交回來 那我覺得不是去到一個 完全是打算封殺整個行業 只不過短線的陣痛是會有 好